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火养民 对 解放 好 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观银观粮 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 这个刘德昭 对啊 你们听着 我求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 我的仓库里有粮食 奇怪吗 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 约你们何干呀 谁还花钱买来的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 那我问你 你是从何处犯来的 是从湖北 湖北 你放屁 这根本就不是湖北大米 而是北风的大米 朝廷调拨的赈灾粮 就全是北风的大米 骗子 别吵 我还没说完呢 我家里粮食这么多 只有一部分是从湖北买的 其他的 都是北方的大米 你们看这个仇贵 好啊 那你是何时 从北方换回大米来的呀 就是这个月 你撒谎 北方的大米早就被朝廷征调收购了 北方的粮行 根本以无多余的大米用来外销 怎么解释 你是何人 你怎么知道这赈灾之粮 它不是北方大米 你又怎么知道 这北方的粮行 现在已乌米可销 刘大人不必管我是谁 如果你和你的小舅子 真的问心无愧的话 不妨打开粮库 让我们大伙看看 对啊 顺便 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 让我们一一核对 对 打开粗库 打开粗库 交出账本 交出账本 心里没有回忆 交出账本 打开粗库打开 打开粗库 棍儿啊 此人身份可疑 招人把他给我盯紧了 是 打开粗库 打开粗库 交出账本 他们要抓你 你放心吧 以我的功夫 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 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 相信这儿 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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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粮食 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 发现了几十项白花花的银子 大家看 看 刘大人 我看你 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 结婚 这个事儿 打开粗库 小舅 找什么呀 让他说 看看这儿 你们大家说完了吗 好 看来 这园中的仓库 确实存放了部分的官营官粮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官府的仓库 年久失修 是漏风漏雨啊 故而 本府就借用了他 求府的仓库 那就请 刘大人 开仓阵灾 放银放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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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小姐们 放银放银 小姐们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这些放在里边的官营官粮 并不是朝廷下坡的赈灾的银粮 这些乃是我太原府 一万筑金的军粮军饷 不是 这什么 小姐们哪 军粮军饷 谁可煽动啊 刘德超 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 我刘德超乃是山西的巡抚 兼兵不侍郎 这山西的军争药物 都有我来监管 这些银两的性质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休要再次胡闹 再要胡闹 那就是造反 造反 来人呢 在 将这几个带头闹狮子人给我抓起来 是 这个就是带头 你快点啊 来 停 停 停什么抓我们 你停什么抓我们 你停什么抓我们 主子 千万人拿走大人保护主子 你快走 你快走 你停什么抓我们 你停什么抓我们 主子 放开 你停什么抓我们 你停什么抓我们 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 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 我怕他狗急跳墙 对主子您不利啊 乡亲们哪 乡亲们哪 听我说 本父王 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 别听他胡说 我刘德昭 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 这院中 屯的都是军粮军饷啊 谁敢讲他 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杀头之罪呀 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 他们乃是 乾明的余孽 他们是想利用这次罕灾 想借此 让大家闹事 那是 忤逆不当 那是要造反 本府 是追究这几个 带头之人的罪子 其余之人 如果 在片刻之间 离开此处 本官 既往不咎 如果说 还不离开的话 那本府 就把它视同 千名余孽 格杀勿论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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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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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 今儿亏的是你来了 你要不来 我太闲了我 不是你说你这小子啊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 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 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 只能对付一般的盗费 对其高手 那是形同虚设呀 不听啊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行行行 我要立马加派人手 然后找孟护卫 重新布置 今儿个孟护卫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我派祥和去叔府打探消息了 如果这个舒婉欣 要为难咱们 让这个钦差大臣 给咱们出难题的话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啊 我发现啊 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 姐夫 我哪儿成啊 师父 师父 怎么样 不太顺利 没想到求桂名下的产业那么多 我好不容易才查出来 舒婉欣被关的地方 本想着天黑了再把他给救出来 可是没想到在天黑之前 他们就把舒婉欣给转移了 害我破了个空 把他转到哪里去了 听说是准备送给巡抚大人长仙 现在应该在巡抚大人的府上 可是我不知道巡抚大人府上的地形和位置 所以就先来找你了 他们把舒婉欣交给了刘德昭 难道舒婉欣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应该没有 估计舒婉欣知道刘德昭和他父亲舒婉是死地 所以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如果刘德昭见到了舒婉欣 会不会认出他就是舒婉的女儿 应该不会 像这种官换家的小姐 平常是不会抛头露面的 更不会让刘德昭死对头看到他 那就好 师父 你暂时还是不要露面 以免这府上的人认出 你不是舒婉欣从家里带到宫里的嬷嬷 惊动了康熙 我明白 我现在就走 此人功夫很高 会不会是自己人 姑姑 师父 这不是我们的街头暗号 婉妹 是我 我来救你出去 婉妹 婉妹 师父 怎么办 我对舒婉欣这个情人一无所知 如果见面可能会露馅儿 那就先别出声 警官疾病 婉妹 你怎么不说话说我呀 我知道你在里面 婉妹 婉妹 我知道 你爹刚刚走 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 你不光恨刘德昭 你也一定恨我 恨我助手为女 没能救你爹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婉妹 害死你爹爹的是吴桑桂 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关系 哦 师父 我知道他是谁了 谁 刘德昭的护卫 孟祥和 他今天曾随着山西的地方官员 来府上吊咽 刘大人 因一直在忙着处理政务 无侠亲自前来祭爹 故先派了我等前来调宴 并向娘娘请安 没想到 舒婉欣的情人 居然是在爹死对头的贴身护卫 婉妹 你现在赶紧出来跟我走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再慢慢跟你解释 婉妹 你要再不出来 就是我冒妹闯进来了 你不能进来 婉欣 你现在身份特殊 你我隔窗交谈 若是被人撞见 我是怕会连累你 你还是让我进屋再说话吧 不行 你不能进来 我 我不想见你 谁叫你助纣为孽了 刘德昭害死了我爹 我跟他不共戴天 婉妹 刑刺你爹的凶手 真的跟刘大人 没有半点关系 在驿馆中下毒害死你爹的 是吴三桂的手下石青红 虽然毒死我爹的是石青红 可下毒的人 除了石青红 还有一成 难道这一成 不是受了刘德昭的指使 婉妹 我从未骗过你 一成的确是受了刘大人的指使 但是 她被诬陷勾结盗匪 还在她家里搜出了一箱饮 刘大人把她全家老小所拿入狱 还逼着她来害你爹 当时我在外面交费不在府上 没来得及阻止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我 不 我不怨你 可是 虽然下毒的 是这个石青红 但她也只是赶在了一成之前罢了 在我心里 刘德昭仍然是害死我爹的凶手之一 如果你真心待我 那就帮我杀了刘德昭 替我爹报仇 晚妹 你我曾私殿终身 按理说 你爹也是我爹 我为他报仇也是分内之事 刘德昭作恶多端 就算不为你爹报仇 我也应该杀了他替天行道 可你也知道 他曾经救过我爹娘 我爹娘在临终前 曾要求我保护刘德昭十年 我便立下了这十年之运 如今去约满还有一个月 那约满之后呢 你可愿替我报仇 纵然约满之后 我也不能亲手杀了他 否则 我爹娘在天之灵 也不会原谅我 但我也不会在妹子良心保护他 他造了那么多年 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报仇 既然你不愿意帮我报仇 那你就快走吧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爹的仇 我自己去报 婉妹 你现在先别想着报仇 刘德昭现在一心想要收买钦差大人 但他知道你肯定不会放过他 况且有你在 钦差大人也不会跟他同流合物 所以他早已经对你起了歹心 你若继续留在这里 便不能平安地回宫去了 你 你是说 刘德昭派你来杀我 不错 婉妹 你逼我杀刘德昭 刘德昭逼我杀你 可我宁死也不能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 婉妹 我已安排了一个隐秘所在 你马上跟我走 只有这样 你才能安全 来人 别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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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妹娘 是我 孟小和 是你 你 你怎么还敢来呀 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 万一被钦差大人撞见 那可如何得了啊 原来这黑衣人竟然是 是丽萍在宫外的老乡好 奶娘 你不用担心 我找婉欣说几句话就走 你和小姐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你要是真心为小姐好 就不要再来找她了 你知不知道 小姐现在 不仅是封了郑三品的丽萍 还已经怀了龙胎了 你说什么 婉妹她已经 丽萍怀了龙肿了 我怎么不知道 婉妹 你别过来 我要不要叫人来 礼萍的相好 居然能避开守卫潜入府中 想来虎宫高强 说不定我一出生就没命了 就算叫来了侍卫拿下了她 此事有关皇家体面 皇上又很宠信舒适妇女 只怕我的下场反而不妙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原来你 根本不是因为你爹爹的死 不能原谅我 原来你早就背弃了我们的誓言 你要得皇帝恩宠 现在 现在居然还有了身孕 你还是听奶娘的话 不要再来找我了 婉妹 你变了你曾说过 你命死都不做皇帝的女人 你说你会千方百计逃回来找我 是 是我无能 我无力阻止你爹把你送进宫 我更无法进皇宫里把你救出来 但我一直记着咱们的山盟害事 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我怕哪天你轻生了 我也不会再苟活在这个世上 但我万万没想到 孟哥哥 你还是快走吧 趁没有人发现我吗 不然对你对我都不好 我不怕被别人发现 如果真发现 我便认了行刺嫔妃的罪名 然后我供出刘德昭 也算是体秘报仇了 我与刘德昭一起上刑场 也就一了百了了 你何苦如此啊 你快走吧 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 你是在担心我 还是在担心你自己 你是不是怕被人发现了 你会失去皇帝对你的宠爱 你现在贵为娘娘 安享富贵荣华 万没 我不相信 你会因为这些 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你不要 你喜欢那种穷鸟一般的生活吗 万没 跟我走 我早就找好了一个隐居的好地方 你一定会喜欢的 相信我 你相信我 万没 你不要逼我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别再逼我了 万没 我没有逼你 但是你必须要跟我走 你再留在这儿 你就是死路一条 你爹爹已经不在了 你娘家没了人 你万一出点什么事 谁还能为你成有 就算我保护你 逃过了刘德昭的暗杀 可你有没有想过 等你回到宫里 你逗得过后宫那些 狠毒的女人吗 我不要你管 万妹 你跟我走 你 你居然会武功 刘德昭这个狗怪 我狠得现在就办了他 主子 您小声点 小心这书府里 也有刘德昭的耳目啊 也难怪主子生气 这个刘德昭信口刺黄 软银兼施 完全把老百姓 视为蝼蚁 他也没把我和朝廷 放在眼里 山高皇帝远吗 主子 主子 你把刘德昭手下甩开了没有 还没进城 就已经甩开了 不过我打探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只怕你听了会更生气 什么情况 进屋再说 主子 主子 丽皮呢 可还安好 丽皮娘娘已经安歇了 请 你不是婉妹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把婉妹怎么样了 好身手 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 居然有这样的功夫 你到底是谁 婉妹到底在哪 她没事 师父 手下留情 走开 她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 留不得活口 师父 曾与我们无冤无仇 又是个重姓义 又痴情的好男儿 饶她一命吧 糊涂 如果放她走 你我的身份会暴露的 不会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跟她好好谈一谈 我能说服她 臣听灾民说 他们本来也有一些在外地 做粮食生意的亲朋故友 想要运一些大米进山西 平价出手 以帮着缓解灾情 不料 挤出运粮的主要通道 包括水陆 曹运和关道 都被刘德昭借口 剿匪给封锁了 凡是运粮进山西的 都要征收高额的税费 和通行费 听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 求贵 不仅是本地最大的粮商 还是山西商会的会长 我觉得 一定是他们把持了整个粮食市场 不让外地粮食进入 好大发国难财 我杀这个刘德昭 天理不容 主子息怒 主子 您暂且息怒啊 奴才看着刘德昭的行事风格 那是先软后硬 能骗就骗 骗不了 他可就打算霸王硬上功了 刘德昭现在掌握着山西 一万地方兵的军权 我怕他知道了一切丑行 全部落在主子的眼里边 他会苟急跳枪 到时候对主子不利啊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只能等到回宫之后才办的 我忍得了 再免怎么当 当然不能忍了 再等一天 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 我看要不这样吧 咱们干脆把他们私吞的赈灾粮款 全都截出来 发给老百姓 你要打劫观音观粮 世叔姑娘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是啊 这明显听着世叔姑娘 就是在开玩笑啊 且不说这打劫观仓 那是诛灭九族的大罪 就凭 我们这些人手 那叫虎口夺食 那不是去送死吗 哎呀 咱们这么点人 怎么就不能虎口夺食了 这以前啊我跟我哥哥 我们两个经常 经常什么 经常打劫观银观粮 没有 我吹牛的 吹吹牛而已 你真的只是吹牛而已 没有做过那些违法乱纪的勾当 嗯 我也不能骗你 但是 我们两个是看那种 贪赃枉法的贪官 偶尔会想教训他们 所以顺便 开点油 顺点东西 哎 但都是小打小闹 无声大哑 无声大哑 主子 您千万别听义欢下说 我们之前行走江湖时 难免做过一些 上不了台面的小勾当 但都是迫不得已 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 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弄小弟 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啊 你这样看得我 心里都发毛了 教训得好 我要是你哥哥 要是有你哥哥 这么高的本事 遇到了刘德昭这种狗官 我也不会放过他 你吓死我了 不过龙小弟 这事你真要追究责任 还不是因为你 没管好你底下的官 让他们喝老百姓的血 吃老百姓的肉 逼得老百姓 不得不停而走险 皇妹 就算这不是在宫里 当着主子的命 说话也不能口无遮拦 义欢说得对 官逼民反 都是朝廷的罪过 是我的罪过 是我的罪过 孟大哥 先喝点水 你放心 舒婉欣没有死 我叫雪卿城 是舒婉欣的好姐妹 因为她要回太原找你 所以我才找明依 易容成她的样子 顶替她入宫 这是她给我的幸运 你应该认识的 那 婉妹现在在哪儿 既然你是刘德昭的护卫 那你应该认识 刘德昭的小舅子 求贵吧 求贵前几天在淮阳村 抢抢了一个民女 你可知想 刘德昭和她那些亲友们 所干的那些勾当 我既无力阻止 就索性装聋作哑 从不够 那你可就险些犯下大错了 她抢抢的民女不是别人 正是舒婉欣 本来我是想救她出来的 可是没有想到 求贵把她送进了太原城 说是给刘德昭 尝尝谢 孟大哥 你先别激动 小心惊动了府上的人 刚刚我跟师父正在商量 如何去救舒婉欣 正巧你就来了 孟大哥 我说的都是实情 你要相信我们 我相信你们 今天 我还听求贵在那儿说 又无色道一个绝色美女 还是个黄花闺女 要先给刘德昭尝鲜 刘德昭 说她忙着应付钦差大人 暂时没有心思 没想到她们说的竟然是完美 这帮禽兽 既然留得知道 这帮人都是禽兽